它不是唯一的道路 但是我说的是 它是大多数人的道路 我没有说你们所有的人 都要考研 如果说你觉得 你本科毕业以后 找不到一个比较好的工作 考研是一条道路 当然你可以去考公务员 你可以去找工作 你可以去出国留学 考研只是一个选择 其实我想给大家 传递的精神就是 当你觉得 现在你需要改变的时候 该改变的时候 就一定要去改变 但我想告诉你 相对于考研来说 最重要的 对于年轻人的 进身之路是工作 不是出国 不是考公务员 不是考研 是工作 不是工作 我给你举个例子 一个新哈尔大学的毕业生 他将来做什么工作 你告诉我 我告诉你 我自己公司的员工 没有一个重点 所以说 我们是世界企业500强 一个学生本科毕业之后 最好的进身之路 就是在工作中 不但出错折 找到自己该有的方向 再决定是出国 考公务员还是考研 而不是一头扎到考研大军去 只有一少部分人 应该继续攻读该研究的学业 而大多数人应该到工作中 去锻炼自己 而不是要考研来锻炼自己 他没机会 他根本就没机会 我在七号二人上大学 我根本就没机会 接触这样的节目 老师 我是七号二人 老乡亲 我说完这句话 我当年考大学的时候 连七大我都考不上 但是今天我依然坐在了这里 您说这是比例的问题 这么大的一个比例 今天在这么小的一个空间 就砸到了我头上 您是不是应该思考一下 这个比例是不是有问题 这个比例没问题啊 对啊